欢迎中央广播电台的朋友们呢 再次来到台湾风华的节目当中 我是詹以珍 今天呢在台湾狂想曲系列 要邀请所有的朋友们来听歌剧了 相信呢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美国百老会的这种歌舞剧 那尤其像是在前年呢 班上大一幕电影版的 也就是我们的Mamma Mia 当中有一个角色叫做苏菲呢 是由我们的亚曼达塞佛所担任的 当时呢他因为演了这个角色 可以跟梅里史翠普可以同台标系 同时也让他的知名度大增 让很多人都了解到 原来呢亚曼达塞佛他以前呢 是如何从小演员慢慢的登上了大荧幕 在台湾我们呢也有一个这样的角色 他今年只有23岁 担任了呢这一次 我们在中国大陆注点的Mamma Mia中文版呢 在甄选的过程当中 选上了苏菲这个角色 其实呢问他整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你可以感觉到他非常青涩 可是他唱起歌来呢却非常的有power 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就为大家邀请到了 这一次呢担任苏菲这个角色的张芳瑜 芳瑜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呢刚刚芳瑜在私底下有跟我说 哎呀等一下上节目的时候我会紧张耶 好但其实我相信在甄选的过程当中 那个紧张程度一定是更高的 而且你今年只有23岁嘛 那你在求学的生涯当中就觉得说 自己会选音乐这条路呢 还是说可能因为这个父母的关系啦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选说我要来唱歌呢 嗯之前小学的时候是因为 是因为父母的关系 然后他们希望我可以去考国乐班 所以说我就去考了国乐班 然后就进入了国乐班 然后所以开始学习胡琴 哦胡琴 对对对 从国小四年级开始 我们现在听到音乐聚会觉得是西方的产物 但是刚开始入门的时候 是选择我们的中国的乐器 对 胡琴你学了多少年啊 胡琴我大概学了六年 那怎么会 因为我们会想说 其实唱音乐聚这种比较西方的流行 我们讲说他的音乐的形式 跟这个国乐是差很多的 所以你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 会接触到说唱音乐剧 或唱这种歌剧类型的呢 哦 后来上了高中以后 因为很多音乐老师都会放那种 可能譬如说 《悲惨世界十周年的DVD》啊那类的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音乐剧的CD 对然后所以 从那时候开始接触音乐剧 那那个时候就喜欢吗 就是如果你当成观众的角色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算蛮喜欢的 对 因为我们一般会想想看 方雨才23岁嘛 那很多23岁的年轻朋友们 在学生时代可能听的都是 Hip Hop啊 流行乐啊 那很难会有人说 我的兴趣会喜欢听音乐剧 所以你觉得音乐剧那个时候 对你的吸引力是什么 它因为它跟一般的流行乐不太一样 我觉得它比较 音乐上面它比较有一个目标 然后比较比较戏剧性 可能它的那个戏剧性非常吸引我 对 等于是它的整个故事的一个节奏感 可能跟我们听一首歌曲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好 那你有印象你是怎么样开始唱 第一首跟音乐剧相关的歌曲吗 或者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去唱了这样的歌 我刚刚有说我高中的时候 老师放给我们看 然后之后后来有一次我去CD行 我就看到了悲惨世界十周年的CD 然后就突然涌起一股就觉得 我好想唱的这个念头 所以我就把它买回家 然后就开始唱 开始模仿它 对对对 所以在那之前你没有受过任何训练 对不对 没有 就是因为你刚刚讲说你是拉弧琴 然后听说你还学过舞蹈 对 你学舞蹈也是在学校当中 因为我们都知道国乐班通常是音乐班 所以那舞蹈的这个历程呢 你是怎么样加入这种学舞蹈这条路 就是国中的时候也是妈妈觉得 妈妈觉得可能学音乐学跳舞的小孩子不会变坏 对所以就是希望我可以去考舞蹈班 对然后我就去考舞蹈班 然后就进入了舞蹈班 所以就学了大概三年的舞蹈 可是后来因为可能也不是说非常的有兴趣 然后就是后来就停掉了 但是就是让我多了一个学习一种新的东西的机会 是因为其实我知道很多的像台湾的年轻朋友 其实对舞蹈都非常的有兴趣 不过都会偏向这种热门舞蹈 那时候你进舞蹈班的部分 应该就是属于那种科班的训练 对不对 所以那种拉筋的动作应该还蛮辛苦的 对很痛 好但其实大家都没有想到说 你现在参加这个甄选 其实也许未来可能舞蹈也要运用上 然后你的歌唱技巧等等也要运用上 所以在这个甄选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 不过在之前我要先问一下 其实你在唱了第一首《悲惨世界》练习等等 跟正式踏上舞台应该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所以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可以参加这种 可以用音乐剧呈现的这种剧团 然后让你跟音乐剧可以紧密的结合 后来上了大学 我自己去找学校的老师教我唱音乐剧 因为我就是学校里面刚好有一位老师 学过音乐剧声乐指导 所以我就特地去找他 对然后因为他的关系 然后把我带到了一个剧团 叫做耀眼音乐剧团耀眼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比较频繁的接触音乐剧 其实耀眼剧团在我们台湾来讲 真的是少数以音乐剧琢磨的一个剧团 而且其实如果严格上来讲 台湾的音乐剧并没有所谓的科班 或者是专门的科系在教这些技巧等等 所以变成很多喜欢音乐剧的朋友们 都会去参加一些这种民间的剧团 或者是自己组织的剧团 所以在剧团当中我相信你应该透过老师的指导 学到很多吧 对我大部分的音乐剧的学习都是在剧团里面比较多 那你大学是学什么 大学学戏剧 学戏剧 哇那其实你看你国乐然后有舞蹈又再加上戏剧 然后再加上这个平常练习音乐剧的部分 那你演过哪些角色 我演过 我大部分演的是小孩子比较多 因为我娃娃脸 对 然后我有演过越南越南人越南人他来台湾念大学 然后在这边生活这样子 那口音怎么办 口音就是我那时候会特地去 因为不是台湾有很多很多那个越南开的那种餐厅还是什么的 我就特地去去那边吃饭然后听他们讲话 对然后或是上网看一些影片这样子 OK就特地去学越南的朋友在讲这个我们国语的时候 所用的腔调 你还想得起来吗 应该可以想起来一点 比方说几个例 比如说我之前的台词有 还是要谢谢你 所以他根据台词你去揣摩当中那个角色他的生活情境 不过因为我现在看你本人 其实是属于皮肤比较白的 所以那个时候在上戏的时候整个的妆感也是不一样了对不对 我并没有特别改变我的肤色 因为很多越南人也很白 对所以你就是在口音上面特别去揣摩这样子 对对对 那除了小朋友还有这个外籍朋友的一个演出之外 你还有没有演过比较挑战性的角色 我还有演过大概四五十岁的妈妈那一类 四五十岁 哇 而且因为他要讲台语 然后我不太会说台语 那怎么办 就是应恋 应学 对请旁边的那个同伴教我什么那一类的 对那在咬字上面你花了多久的时间去克服 因为说真的不会说台语的人 那个听起来腔调很容易被听出来对不对 对 那你后来演完之后有特别请那种会讲台语的朋友来评分一下吗 我朋友都觉得很好笑 但是因为我那时候接那出戏他有点赶 因为他们实在是找不到人 所以最后请我就是赶快去帮忙他们 所以我学习台语的时间还蛮短的 是还不能说完全非常的标准这样 对 那在演出的过程当中 你刚刚讲的这些角色 都是偏向音乐剧比较多吗 所以呢在演的过程当中 除了要会演之外还要会唱 所以刚刚讲的台语啦 或者是越南朋友的角色啦 他都还是要唱的这个部分 对 好 其实呢在演过这么多的角色 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角色 对你来讲是比较难 或者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学的 我觉得应该就是越南人那个角色 因为他还要特地学那个口音 对 那有没有一些这个动作上 没有就是针对口音的部分 就做了很久的一个练习 其实我觉得演戏最难的就是 就是要演一个不是自己的那个角色 然后呢演就算了还要唱 对不对 因为有的时候呢唱歌可能会成为演员另外一个比较难克服的那一点 所以你从 因为你本来并不是完全在声乐这个部分做练习 而是自己找老师 你觉得一般人在听到你唱歌 或者你自己在唱歌的时候 你觉得那个能量在哪边 你自己感觉 一般人听我唱歌的能量 对就是你自己觉得你在舞台上面 因为你刚刚说私底下跟我聊的时候你会提到说 你要我说话可能有点难 但是要你唱歌的时候那个情感反而可以更容易引出来 对不对 为什么你自己有没有想过 我觉得我在唱歌的时候比较有自信 对 然后就是会觉得有能量在身体里面 对比较容易被大家看到吧 反而唱歌可以让你比较有胆量 对 这好特别 因为一般人可能要拿起麦克风来觉得比较难 平常说话的时候很OK 因为我刚刚在这个芳于在聊天的过程 我就发现 其实因为他23岁 然后整个的过程到现在为止 很多的这个能量点让大家觉得很惊艳 比方说在这一次的甄选当中 你就过关斩将 然后打败了这么多人得到这个角色 但其实在之前的一个训练过程 已经是潜移默化就在做练习了 好那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很好奇 我们的芳于唱起歌来的一个感觉 你今天就带来一段独唱 这段独唱的角色 可以先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她是 我演的是一个大学女生 然后非常喜欢她的朋友 是一位男生这样子 对然后后来发现她是gay 对 然后那首歌就是在讲说 她终于觉悟了说对方是gay 那她可能永远不可能成为她的另外一半 这样子 所以那个情绪 你当时是用什么样的情绪去诠释 嗯 那个我记得那个时候情绪非常高张 所以我又要hold那个唱歌的那个声音 我觉得比较困难 ok 对对对对 因为要激动 可是那个唱歌的声音的美感 你还是要去 因为不可以让她太 就是如果破音的话 对 对 ok ok 所以在情绪的控制上面 又要找到对的点 可是在唱歌的歌喉上 又要去想办法控制住 我觉得这就是音乐剧最令人 觉得美丽也觉得最难的地方 好我们现在就邀请所有的朋友们 一块来欣赏这一段 我们方芸带来了这段独唱 那也希望大家藉由这段歌唱的独唱 可以感受到她的魅力 这一切来得太快 叫人不知该怎么办 以为她会需要我的陪伴 其实我无法减轻她的伤害 这一切来得太快 叫人不知该怎么办 原来她需要的是她的陪伴 是她才是她的另一半 我终究还是放了手 我终究还是让她走 其实在我心里头 早知道她不是 不是我所能掌握 我爱她 却不该奢求她也爱我 为何这样简单的道理 我到现在才懂 我爱她 却不该奢求她也爱我 为何这样简单的道理 我到现在才懂 我爱她 却不该奢求她也爱我 为何这样简单的道理 我到现在才懂 我到现在才懂 不曉得听众朋友们或观众朋友们 刚刚有没有感受到 方瑜在唱这一段的情绪是非常激动的 他也提到了 其实过程当中很怕破音的情况会出现 所以对很多歌手来讲 唱歌要去控制住能不能破音 说真的有时候情绪来了很难 刚刚我们就已经感觉到了 这一位爱上同性恋男性朋友的 这个女性心里面的一个觉悟 其实在揣测很多角色的时候 本来就要花功夫 然后又要再去学会她的唱腔 在这一次甄选的过程里头 其实我们知道她开放了三次甄选 前两次你是没有办法去的对不对 我大概在第二次甄选的时候 就知道这个消息 然后一方面因为时间有点赶 然后我一时之间找不到我的护照 然后二方面是因为我想说 人很多几率很低 所以就想说那就算了 然后后来知道 又有第三次甄选的消息 然后我学姐跟我身边的朋友 一直在旁边鼓励我 说这就是一个机会 一个经验要我去学 那我就觉得好像真的应该去 又有第三次了 而且你看第一次第二次你都错过了 然后第三次再不去 好像对不起所有的人对不对 大家都在push你说你怎么不去 但其实你原本应该是想说 也把它当成是一个比赛的经验 就算如果没有甄选到了 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 但是每个人收到的指定曲 应该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对于苏菲这个角色 是你本来就想要参与这个角色的甄选吗 我当初第三轮去的时候 就是特定去争选这个角色 就是针对这个角色 对 那它三首指定曲的部分 分别是哪三首你还记得吗 讲英文吗 对 I have a dream Honey Honey 然后还有 The name of the game OK这三首我相信喜欢 Mamma Mia的朋友们呢 应该都开始会倒着唱了 因为非常非常的好听 但是其实这三首你如果要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 势必在音感或者是在诠释上面是不一样 你还记得你当天比赛 当然紧张是一定的 但是紧张之外你觉得你是怎么样去拿捏这三首歌的情感 我唱完的时候导演是有跟我说 觉得我的声音很有感染力 对 然后 然后听说你上台的时候过于紧张 对我很紧张 然后因为北京天气比较干 所以其实就是喉咙有点干 然后有点小小的快要撑不住这样 对 那现场的一些工作伙伴或者是老师们 有没有给你那个关怀的衍生 有我刚开始一进去的时候 冰绳坐在前面 然后我站在中间然后唱 然后他们可能有觉得 有发现我还蛮紧张的对 然后就很贴心就是把我带到钢琴旁边去 然后就说那就是放轻松只要唱歌就好了 对 那你当时在自选曲就指定曲啦 指定曲的是三首当中 你有没有觉得哪一首 你当时是觉得唱完以后你比较满意的 比较满意的 应该是I have a dream吧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 因为你花比较多时间 可能因为他的声音比较 比较不用这么重 OK 对对对 因为我的声音是属于比较 听起来会比较比我的外表看起来比较成熟一点的 对 那当你知道就是你的时候 当下你在做什么 我当下 我记得应该是在用电脑 对 然后接到电话 然后跟我说我上了 然后我就很开心但是我不能让他发现 我很开心 对 要镇定 对就镇定 好好好谢谢这样 然后挂掉电话以后 因为又怕干扰到那个邻居 然后不能大声尖叫 但是我就很开心的 然后就一直跳一直跳这样子 对 其实我相信 你看刚刚我们提到这个争选的过程 三轮 根据统计了 我们如果在网路上看到的一些这个数字的话 大概有两千多个人去争选苏菲这个角色 那你可以从两千多个人当脱颖而出 那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但想必对你而言 你应该也觉得压力很大 对不对 会有一些压力 对 马上就要启程去训练了 你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呢 我一方面很期待 然后一方面也很紧张 因为我期待我想说 可以跟这么多厉害的人合作 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大的成长 对那紧张当然也是 因为是一个新的环境 对 而且呢 在过去之后 因为全部讲中文版嘛 就是用中文发音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 可能在口条上面也要做点训练 对不对 那个都要去适应 好 其实我想很多人呢 朋友们如果你在荧幕旁边 你想23岁的我们的时候在做什么 或者你现在正是23岁 那有很多的梦想可能正在起步 可是呢 芳瑜呢 可能说她幸运 但是其实你看她过去的一些训练也好 或练习也好 累积了很多的能量 然后呢 在这一次的争选当中脱颖而出 那兴奋一定有 紧张一定更大 所以正式的一个演出 那目前你知道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吗 我知道大概是7月初开始演出 所以2011年的7月就会正式在北京演出 然后跟你合作的一些角色或者是演员 其实有很多是非常厉害的人 那你会不会觉得最期待跟哪一个人在对戏的时候呢 就是有没有你在音乐剧当中的一个偶像 你是说 就是这一次在跟你一起同团的人 我还蛮期待跟那个就是演我妈妈那位演员 天水合作 他非常的厉害 好 我相信今天透过我们短短的时间跟芳瑜的聊天 其实要让大家认识这一位台湾女孩 即将就要到中国大陆去做训练跟演出 那我们也希望他会带来更好更耀眼的演出 也成为我们台湾的台湾之光 今天的台湾风华非常感谢您的加入 那么如果有任何的想法也非常欢迎来跟我们联系 那下一次我们台湾风华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人事物分享 下一次空中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